最绿色的稻田让人心旷神怡 风一吹出现层层倒浪 这里是彰化县浦岩乡的大友社区 仔细一看 田里还有许多可爱的小白点 它们究竟是谁 这是我们的金炭稻田 在这周边大概一甲地 那我们都是养鸭子种稻 鸭子在田里吃辐射螺 你看那个鸭子这样躲在里面吃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几只 只吃饱它们就出来 会咬那个稻子 因为它已经超过它的高度了 对 它就不会 如果鹅的话就把我这些草给吃光了 多东西很多动物 其实是跟我们有很大的息息相关 像我们那个鹅是种在我们有爬藤的 像我们种水果有一个架子 下面我们怕生草 所以我们就养鹅吃草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生物链 对对 共生链 友善大地产出好吃的特产 金炭稻 大友社区不止对环境友善 对社区的老人家也一样照顾 这也凉凉 中午十二点 长者们拿着碗筷准时报到 露天的餐会天天都有 这可不是叫外汇做的 而是社区老人家自己下厨 有妈妈味道的风味餐 在这边一起共餐 觉得人生蛮快乐 大家一起吃 你有看到刚才大家互相让那个过程 这把台湾的那个民俗礼量都给做出来了 因为这些老人一个人煮一餐 吃了好几餐 对身体也不好 那我们大家一起吃的话 可以达到减水减电又可以减厨 老人供餐是这里的一大特色 绿廊道旁 原本废弃的屋舍改成竹巢书院 老人家们可以在这里聚会学习 用餐兼台港 阿嬷你几位 八十五位 你看看很健康 大家一起在这边用餐的时候 可以脑力激荡 可以又可以大家互相提息 那也可以消除一些躁郁忧郁症 因为老人每天在家里蹲 也不是好日子过 那让他们一起出来 可以让他们精神更好 仿佛是孔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 大友社区里处处可以感受到 儒家精神的喧陶 所以我们一直在让社区的老人能够自己来动 告诉人家我们在耕种的过程里怎么去带 也让他们老有所恶当老师 因为他人生没有这么快乐过 古色古香的双陵书院 以前也是社区的废弃空间 如今竟然能焕然一新 成为开会接待外宾的场所 像日本他们在2006年的时候 超过100岁的 那个日本政府会送到一片金牌 那时候五六十人 现在他们改成一张纸张 因为现在五六万人 所以从那个金牌改成纸张 但是日本的环境可以让老人出来 是因为他们无赞的环境做得太好 这要是我们资长的产子 我一定到 这个明鲍物鱼嘛 明鲍物通鲍物鱼业 我不只鱼给我自己的社区的老人 一个自己的小孩 还对外面的这些朋友那么友善 这很难得的一个理事长 给理事长掌声 对 不好意思 地方积极推动农村再生 对生态友善 对环境友善 还要有对人的友善 他们正朝着 无障碍农村的目标迈进 这是我们大友的甘马店 那刚开始你们来的时候 跟我们讲说太宅太邪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这一个的过程 我们为了安全 我们这里上面都有空的压扣 也怕人家踢到 所以我们这里都有做防护设施 这里也比较安全 大友社区贴心打造新的斜坡 这样的改善适不适用呢 友善特派员现场给建议 你来帮后面帮我 好 你先不要帮我住我 好 你先不要帮我 好 你先帮我住我 先帮我住我 对 今天就帮我住我 对对对 对 那这个标志是说 太驾 对 新鞋坡 坡度多少 拿出手机量量看 最小要快1比8 这个是一个比较简易的那个APP 虽然没有那么两尺那么精确 但是你可以大概知道 OK这个坡度 它目前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几比7这样子 等话是大概1比7左右 其实电动轮椅上来是OK 但是你事实上刚刚 你事实上用手机的状况 你就可以发现 它其实要上来是很困难的 很有危险性的 只要超过20公分 这个高度超过20公分以上的话 那我们拉的长度要 斜坡要拉到1比12 这样子的话 它轮椅上来就不会有翻车的危险性 斜坡只要再稍微改善 就能让所有朋友顺利进门 逛逛地方特产 大有社区的无障碍设施 还不止如此 像是这里过不来 因为之前Angel他们有过来嘛 他在讲说这个最好是 把它整个拉起来 之前是石板 然后石板跟那个桥面是有高低差 所以走到那里是没有办法 直接从这边过来 我们现在走一次可以 我们这一次把这个全部有拉高 你看这个都有拉高 它整个这样沿系上来 让它接连接 对啊 对啊我们之前这里有扶起来 不然这个是平坦的嘛 对啊你看这里就扶起来了 所以我们直接把那个石板 下面垫东西 再垫 它就整个拉起来 让你试看看 可以过去 那我就喷上来这个 买一买的桥拍照 大有社区的景观桥 立在池塘上 栏杆还有大有字样 充满设计感 但以前桥面跟地面石板有落差 轮椅朋友根本上不去 如今在社区的努力下 环境变得更加友善 很凉啊 而且这边很舒服啊 又有景观 对啊很漂亮 美好 感觉很好 对啊 你不觉得来到这里 没上这一座桥就会很遗憾吗 我发现它每个桥的入口 它都已经做了斜坡 不管是长斜坡或是短斜坡 它都是可以 轮椅很顺利的那个 上下这样子 我就觉得还不错 大有 赞 大有赞 再赞 之前大概有高地差嘛 轮椅没办法上去嘛 他们上次有来有讲 可是现在可以让我们上去 那种感觉又不一样 虽然栏杆的高度 刚好会挡住我们视线 可是它是透空的 可以透过去 那个感觉 不像说 你会挡住所有的视线 那整个上去的感觉还不错 社区只要有心 无障碍环境就能实现 各地朋友的笑容 就是最好的回报 这是我们的成家古厝 到现在已经有九十几年 它是民国十三年建的 彰化大有社区 古色古香 还有这栋规模完整的古厝 友善特派员 能不能近距离一窥唐澳呢 因为到这里而已 到这里而已 我们这个板子看一下 后面一定有的人不然不行 因为太滑不行 就是刚刚理事长在介绍的时候 介绍那个古厝的历史 然后告诉我们那个古厝 已经有大概九十年的历史 然后里面的点点滴滴 不管是里面的图腾或是壁画 或是里面的 它说里面还有一个坛木做的床 那我就会很想进去 可是满意外就是因为建筑上的一个设计 的问题它就有好几个阶梯 那目前为止我没有办法进去 所以我只能在门口就往内看一下 就算架设了活动鞋坡板 一样不得其门而入 古籍建筑不方便进行大工程 那么想打造无障碍空间该怎么办呢 这边非常可惜 因为它有三接半的高度 那一般三接半要拉的话 是以高度然后要12比1的比例 它轮椅才很方便的进入 所以在这边用这么短的站板 其实鞋板也上不去了 那这这么美丽的一个馆的一个区域 您做一个活动板要至少要做到1比7 那后面再推的工作人员 才有办法安全地把它推上去 比如说像我之前去了日本 他们的像那个什么天手阁啊 或是清水士都也是很有名的一个骨鸡 可是他们一样都做了鞋坡 可以让肾脏朋友进去 也不单单是肾脏朋友 娃娃车啦老人家啦 还有甚至每个活方便的人 他们一样都是走着鞋坡上去 但它并没有破坏那个骨鸡的一个任何 它只是在骨鸡也许是在阶梯上面 把那个鞋坡板覆盖上去 那完全没有毁损到那个骨鸡的原有的面貌这样 来到这里真的天气非常的好 阳光有非常的充足 但是呢 晒太久真的会投鞭这样子 有时候需要有个地方可以遮阴吗 那像在这里啊 像这个可以过吗 对 这样会过吗 要趁它要几公分 如果像是七十的 那那个刚才你这样 我量一下 我把它修掉 我看这里 造型像米仓的圆弧凉亭很别致 但窄窄的入口宽度不够 让轮椅足难以进入 我以这两边的这样的角落是来七十五吧 其实我们刚开始要改 因为我们本身也没有这一方面的逻辑啦 所以在更改的过程 我们也有所力不从心 因为不懂 而且我们也不是当事者 你要想象空间也想不到 所以我们希望说让一些先过来的 一些朋友们给我们提息啊 告诉我们 让我们尽量符合他的要求 其实我认为人家愿意指导我 就是看好我们 其实我们用人家看好我们的心态 将心比心 我们感受让他更 更觉得更好的空间 其实相互相忍是一个好事 友善特派员集体想法子 希望能让农村变得更加友善 吸引更多朋友上门 才不枉费社区民众积极打造 农村再生的心意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顶天专地 不能煮了嘛 那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吗 他说要这个干嘛 然后我说不是啊 我想到一个想法 我想说 快点啊 用这个顶天嘛 我们本来用顶天立地 要来鼓励我们大有社区的年轻人 做事情要顶天立地 要做大事 我们就发现它其实非常符合 我们农村再生一个基本精神 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 所以当他们知道这个无障碍设施 也可以导进去社区的一些 环境的改善的时候 他们其实非常乐意 而且也觉得说 这个应该是马上要来做的事情 那刚刚我们也看到说 我们这次有一些专家 跟我们这个生长的朋友 亲自来体验 给我们很多指导 那未来我们就会 依照这样子一个方式 持续来做一些改善 友善农村轮转台湾 张华大友社区在水宝局的协助下 将继续向前 打造大有内涵 大有汉头 更加友善的无障碍空间 B saf 服 大女子 所有人都跟下 我们都说 生日快早 生日快乐 佳长华大友 生日快乐 充断 学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